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 前日遇到中国社团抗议 蔡总统在当地时间12号下午 赴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闭门座谈 就有中方人士在对接示威 纽约警方加强助手 现场气氛大致平和 蔡总统稍后在社群平台发文回应 看到抗议者在民主的美国 自由的抗议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说要打倒他 他不会被打倒 就像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可能被挑战但不会被打倒 不论是军售或者是这一次的过境美国 我看中国都表达了一些事情 比较达了一些意见 这些抗议的人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享受一下 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氛围 蔡总统短暂停留纽约两天 行程紧瘦 除了歌大的座谈 傍晚还在桥宴前举办酒会 会无多位美国议员 双方广泛讨论军售和贸易的议题 我们也很感谢美国政府 对于强化我们的国防 协助我们自我防卫的上面 对我们的这些协助 我们也都表达一个感谢之意 我感谢美国政府 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台湾的购买 购买购买的购买 可以继续抗台湾的购买 美国政府的购买 很棒的听到是 对台湾和军售的支持 也希望蔡总统未来到访 不只是过境 自由民主有序之旅 是蔡总统任内首度访问海地 圣克里斯多福 金尼威斯 圣文森 圣路西亚等国 全程12天11夜 回程过境美国担佛